这个好穿我的今天的衣服 蜂蜜啊 哦 蜂蜜也是蜂蜜 蜂蜜 蜕蜜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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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不太多 再次先拍吧 外面有个球 ok 我现在已经到家啦 我现在还没有就是洗漱啊什么的 我就今天晚上呢 就是要去继续一下我的手工 然后最近就是前段时间啦 前段时间我就是有空的时候就有跟着学那个勾针嘛 然后呢还有就是 圣诞节的话 我就是想要自己手做一些装饰 然后就是看可不可以做一点很mini的装饰 放到我买的那些植物上面 就是稍微打扮一下它 所以我今天晚上的时间可能就是花在这些事情上面 那因为说到手工的话 我就是要炫耀一下 也不能说炫耀 就是没有很厉害 可是就是想要显摆一下 我就是前一阵子学习的一些结果 那先看看我最近学的这个 前段时间吧 前段时间学的这个勾针的东西吧 第一个就是我学了雪花 然后这个颜色就反正我随便拿了金姐的一个线 然后勾的 然后这个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之后 学的 然后呢 所以呢我觉得冬天嘛雪花就是很应景 所以我再用另外的线 然后去勾了 我觉得这个毛绒绒的也很好看 就它纹路没有那么清晰 但是它就是有一种很冬天的感觉有没有 然后我用更小的线 应该说更细的线 然后就再细一点的线 一模一样的方法 然后就是小一点的雪花 它有点卷啊 然后就是我觉得是不是要最后运 运抖运一下会比较好 然后呢 我再挑战了用最细的线 来勾了一个超细的 这个应该就叫微勾 那这种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有点难 真的是找不到那个线 然后这个就细细的 就我很多线头留下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要改啊 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就有雪花学会了 然后呢 婷姐给我做练习 就是公仔的身体 就是打这种球 所以我就有练这种圆圆的球 然后呢 我还 其实这样看的话我还是勾了几个东西 然后我还呢 就是因为我想要勾杯垫 所以呢 我勾了这种杯垫 然后这是我自己的配色 虽然没有所谓的配色啦 就是随便一抓 这颜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就是我照着人家的方法 然后自己选的颜色配的 因为呢 我还学了一个小老鼠 有没有一点点可爱 就是他有一点乱糟糟的可爱感 有没有 就是 好吧 他真的嗯 长得有点抱歉 但是 就是很可爱的小高叔 他可以做起来了 就是没有 我看别人的那个教学的那个漂亮 但是我反正自己选了一个紫色 然后呢 我当时 他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就是 这个是单独一个教学 然后这个小老鼠是单独的一个公仔的教学 然后我就想说 我当时勾的时候 我就想说 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 然后到时候把它钉在一起 它就变这样 有没有 可是 我那一刻发现有个问题 如果老鼠完全坐在垫子上 我的杯子就放不下 所以就是要改 可能要再去调整这个大小 但是 idea就是这样 就是我的动物坐在 和它 坐在一个垫子上 然后就变成一个杯垫 哈哈 最近就是 有在搞这些有的没的 我打算一下 说一些大座 谢谢大家 我打算一下 谢谢大家 是